大家好 歡迎來到會眼看中國 我是孫寧 三峽水庫一去水就變成全球最大的天然空調 這個說法對許多人來說並不陌生 尤其是位於三峽水庫庫尾的重慶 號稱剩下火爐 當年可是滿懷期待的等著降溫 早在2003年去水前 中共官媒就各種猛吹 連中國新聞網都不例外 興致勃勃地說 夏天有三峽水庫給重慶降溫 冬天還能升溫 氣溫夏天降個4-5度 冬天升個3-4度沒問題 結果現時啪啪打臉 蓄水後 每年夏天重慶照樣熱到爆 特別是最近一個多月來連續酷熱 許多當地民眾感覺被忽悠慘了 自8月21日至9月6日 重慶連續16天發布高溫紅色預警 其中江北、九龍坡、南岸等26個區線 最高氣溫均超過40摄氏度 重慶真的就成了一個巨大的火爐 最高氣溫一度高達46.8摄氏度 9月7日 重慶市氣象台發布高溫成色預警信號 北貝、福林等6個區線 日最高氣溫升至40摄氏度以上 數據顯示 重慶沙平坝區在8月的高溫天數達29天 氣象部門預測 重慶今年40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溫天數 可能超過2011年和2006年 既身時尚前二 社交媒體上有人曬出一雙被烈日曬到尾縮的拖鞋 還有人用炒鍋嘗試純太陽能煎蛋 來我們去外面煎雞蛋 看能不能煎熟 诶 重慶的天氣簡直是太熱了 真的是受不了 哇 溫度計都熱彎了 加上油等上10分鐘 呀 真的能煎熟雞蛋 持續高溫還帶來了學校延遲開學 重慶多個區發布通知 將中小學 幼兒園及中職學校的秋季開學時間 推遲至9月9日 在避暑潮的推動下 重慶飛往北京的航班紛紛售清 飛往青島 北海 大連等海濱城市的部分航班 也已售清 8月30日 重慶飛呼和浩特的單程機票價格 從300多元飙升至1600元 漲價前後間隔不到3個小時 對於重慶地區的居民來說 期待中的三峽大壩帶來的四季如春的舒適並未實現 夏日的高溫反而加劇 彷彿置身於一個巨大的蒸籠之中 曾經的美好承諾和預測如今都成了泡影 眾多網友質疑三峽水庫 這個大空調是不是忘了家福 重慶為何持續高溫 中國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許應龍分析稱 高溫區域主要受附熱帶高壓控制 富高籠罩下的地區通常天氣晴好 助長了持續的日曬輻射加溫 而川瑜地區地處四川盆地 地形限制了熱量的水平交換 周圍山地阻隔使得熱空氣難以散去 導致熱量堆積進一步加劇了高溫天氣 當然這位中共體制內官員避開了該地區的 持續高溫天氣與三峽水庫聚水之間的關係問題 眾所周知水庫通常會增加二氧化碳 甲烷等溫室氣體的排放 同時因蒸發量增加導致庫區大氣中 水蒸氣含量升高 在水庫庫區形成溫室效應 導致周邊一定區域範圍內氣溫升高 降水減少 不過許應龍說出了地形限制了 熱量水平交換這樣的話也算是不錯了 那麼三峽大壩建設之前 為啥沒出現地形限制熱量水平交換 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這種效果呢 因為三峽工程是中共一貫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政治路線的標誌性工程 在中國如果評論三峽工程的缺點 則會被中共打壓 三峽水庫蓄水之前 中共採用的是這樣的宣傳手法 2002年11月15日中國新聞網記者採訪了 時任三峽開發總公司副總經理李永安 李永安告訴記者 三峽水庫將成為全球最大天然空調 這個結論是由中科研究院 三峽水庫形成監測研究項目 歷時5年的論證結果 該項目屬中科院的重點科研項目 並已通過評審 研究表明三峽水庫將淹沒陸地 632平方公里 互容393億立方米 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 庫區原有的水文特征 水化學性 沉積類型都將發生變化 屆時三峽水庫好比一個被群山環庸的內陸海 周邊空氣溫度明顯增加 庫區形成濕潤多雨的氣候 水生 植物 鳥類亦會增加 水力工程專家王維洛博士撰文表示 三峽水庫蓄水後能使重慶冬暖夏糧 這個結論最初來自三峽工程對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不是第一份評估報告 而是第二份評估報告 三峽工程對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有兩份 第一份三峽工程對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結論是 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必大於利 但是一些不利影響是可以通過人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 參與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生態與環境組 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侯學育和北京大學 教授陳昌獨不同意一些不利影響 是可以通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的 這一句沒有在報告上簽字 中共權貴不喜歡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是必大於利的結論 以原報告的大綱沒有通過環保部門的審查 是一個程序錯誤 法律上無效為藉口否定了第一份報告 選擇政治覺悟高的專家主持編寫第二份報告 1991年4月16日 堅持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必大於利的結論的三峽生態與環境組顧問 中科院院士侯學育突發心臟病死亡 一個多月後的5月30日 生態與環境組組長中科院院士馬仕俊 死於一場離奇的車禍 兩位專家的相繼離世 使得對三峽工程反對的聲音消沉了下去 1991年8月31日下午 國務委員宋建召開了會議 宣布成立生態和環境二組 重新編寫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報告 原生態與環境組的副組長方紫雲出任組長 1991年12月生態和環境二組將第二份 三峽工程對環境影響評價報告上交 結論使三峽工程對環境的影響是力大於弊 1992年1月17日 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主持 國務院第97次常務會議審議並批准了三峽工程 1992年8月25日 李鵬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二百次總理會議 決定增播100名政府特殊津貼指標給從事三峽工程論證審查 做出突出貢獻的專家 其中包括方紫雲 方紫雲以自身的行為向中國知識分子們 展示了一個成功之道 要想在學術界出人頭地一定站在權力一邊 正義和真相一文不值 如果不按照當權者的意願形勢 侯學意欲馬仕俊的下場就是例子 有許多像方紫雲一樣的專家 通過支持三峽工程晉升為院士 獲得優厚的待遇名利雙收 後來許多學者通過發表論文方式 表達對三峽工程的支持 或者論證三峽蓄水對局地氣候影響很小等 以此討好中共升官發財 2002年下半年三峽水庫開始蓄水 2003年6月1日三峽水庫開始運行 先是蓄水位海拔135米 2006年蓄水位達到海拔165米 2008年與2009年開始 向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衝擊 兩次失敗 2010年完成蓄水至海拔175米 那麼三峽水庫從2003年投入運行後 三峽庫區的氣溫發生了什麼變化? 三峽工程上馬之前 重慶的最高氣溫是42.5攝氏度 三峽工程上馬之後 2006年重慶的最高氣溫為44.5攝氏度 2002年重慶的最高氣溫為45攝氏度 三峽工程上馬之後 實際上重慶的最高氣溫從42.5攝氏度增長到45攝氏度 並沒有出現三峽工程對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和方紫雲所預測的極端最高氣溫 可下降約4攝氏度的情況 重慶天氣也沒有出現冬暖夏涼的趨勢 根據清華大學周建軍教授與張曼2018年發表的文章 近年長江中下游 淨流節率變化效應與修復對策 2004年至2016年三個月期限的平均最大和最小氣溫 比1991年至2002年分別上升0.67、0.69和0.4攝氏度 遠超近期全球路面溫升0.38攝氏度 周建軍教授與張曼使用的數據 來自三峽庫區的重慶、良平、萬縣、凤杰、巴東和宜昌 這6個氣象觀測臺戰 長期關注中國環境問題的高級工程師張俊鋒 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三峽庫區下層地貌的變化可能會影響 青藏高原地區西行的氣候通道 他說這類似於放大效應 可能對下游的江浙地區及上游的重慶地區 產生相應的氣象變化 但他表示中共水利部門的一些專家 並不認同他的觀點 他們認為三峽庫區的水面面積較小 如此微小的地貌變化不足以對氣候產生顯著影響 然而從2022年之後的氣候變化來看 三峽蓄水的影響十分顯著 張俊鋒表示至少從降水量和高溫的角度來看 無論是江浙地區還是四川盆地 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嚴重的極端氣候現象 我認為這種極端氣候不僅僅是全球氣候變化的結果 也與三峽庫區地貌改建帶來的氣候變化直接相關 北京地理環境學者王洪奇 對川瑜地區夏季高溫現象進行了分析 王洪奇表示水氣是產生降雨與平衡氣溫的關鍵 如果把四川盆地比作一個大木桶 最短的一根木條就在三峽的位置 這個自然形成的狹長缺口成為向盆地輸送水氣的關鍵 王洪奇說三峽大壩使自然地貌遭人為改變 短的木條被接長 水氣循環的主要通道被阻擋 今年累月導致桶內氣溫失衡 浮旱高熱天氣隨之產生 這就是所謂木桶效應 事實證明三峽水庫蓄水後成為全球最大天然空調 使重慶地區東暖夏涼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我們再來看關於三峽大壩的第二個謊言 三峽照亮半個中國 只要有三峽大壩就不會缺電 這也是當年三峽上馬時 中共媒體重點宣傳的口號之一 但事實卻是 2003年三峽工程開始運行以來 川渝地區經常出現高溫限電 更諷刺的是 宜昌市守著三峽這個超級水電站 卻不得不在長江邊上建燃煤發電廠 以解決城市用電問題 連日來四川多地高溫不斷 成都氣象局在8月22日發布了今年首個高溫紅色預警 當天最高氣溫達到40.5攝氏度 8月25日 成都高溫紅色預警持續生效 室內多地氣溫在37攝氏度以上 最高氣溫可達40.9攝氏度 受高溫天氣影響 四川電網用電負荷兩次創下歷史新高 成都著名的商業街 春夕路的商場大屏幕關了 辦公樓空調關了 電梯停運了 充電樁沒電了 一時間倖存空調的地鐵站 成了大家最好的去處 一部分工廠也通知放假停工停產一週 據陸媒報導 從8月22日起為緩解高溫用電壓力 成都部分電動汽車充電站在中午 和晚上用電高峰時段限電無法使用 有人為了給電動車充電 不得不在炎熱的天氣下排隊10個小時等待 讓不少買了電動車的民眾後悔不已 目前對於限電持續時間和覆蓋 成都供電部門表示暫未收到相關通知 近年來川瑜地區連續出現高溫電荒危機 民眾越需要用空調的時候 政府卻越不給供電 重慶、武漢等地的情況都出現了 與成都類似的情況 三峽工程開建之前 中共提出了三峽建成後 每度電8分前的宣傳口號 事實證明這也是一大謊言 1992年中共當局決策建設三峽工程 為了解決三峽工程建設 2000多億元資金來源問題 中共政府的解決辦法就是 全國美度電加價3里錢 與葛州壩電廠上交利潤 一併作為三峽工程建設基金 專項用於三峽工程建設 後來提高到美度電加價7里至1分5 當時中共政府為了從民眾手中收錢 曾向民眾許諾 三峽建成後美度電8分錢 2014年不少媒體估算 從1992年至今全國人民交給三峽工程的錢 超過5000億元 不過很快被三峽集團闢謠 他們稱三峽基金通過電費加價 徵收了1279.48億元 即便如此 這一金額也堪稱天文數字 當時很多網友提出疑問 三峽工程總投資2500億元 超過一半的錢是我們出的 不僅沒有分紅 而且生產的電又遠高於當年預期價格賣給我們 2003年三峽水庫開始蓄水 第一台機組發電 至此徵收三峽基金的總額 已經超過所需要的300億元人民幣的建設資金 在這之後 政府沒有用三峽工程發電收入 來滿足建設資金的需要 也未停止徵收三峽基金 2009年底 官方宣布三峽工程完工 但是工程建成後的第二年 也就是2010年 三峽工程並沒有償還全部建設資金 也沒有償還老百姓所繳納的三峽基金 而是繼續徵收三峽基金只是換了一個名稱 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而已 徵收期為10年 事實上如果從中共執政歷史上進行考察 這樣的事還真的不奇怪 一種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進行的臨時性徵收 一旦正式開徵 就幾乎永遠不能停止 為了收錢可以想出的名義 總是無窮無盡的 果不其然 原計劃只存續10年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 在2019年5月經財政部發文 又續期6年至2025年底址 根據公開數據 三峽大壩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 其總裝機容量高達22.5百萬千瓦 年發電能力可達1000億千瓦時 在過去20年裡 三峽大壩累計發電1.6萬億度 以每度電0.25元的保守估計 三峽大壩的發電收入已接近4000億元 這是一筆巨大的經濟財富 此外 據統計三峽大壩 每年的旅遊收入可達1元 20年來累計收入已超過120億元 河南理工大學學者陳曉書等人 在2017年發表的文章 基於不同利益相關者的 水電能源基地建設經濟損益研究 以藍滄江幹流為例 終以數據說明 在藍滄江幹流水電開發上 國有電力企業的開發成本 加上運行費用為平均每年99.05億元 而每年的售電收入是389.1億元 效益大於成本 效益是成本的3.93倍 那麼三峽工程產生的巨大利潤又去了哪裡呢 30多年來中國民眾一直被徵收三峽基金 那這筆巨款又去了哪裡呢 按照國務院申請建設三峽工程的報告 負責建設三峽工程的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 應該在工程完工的第二年及2010年 償還全部建設資金 包括老百姓17年來支付的三峽基金1378億元 但是三峽集團公司並沒有這樣做 為什麼? 三峽集團公司說 三峽工程的所有發電能力是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財產 不是中國人民的公共財產 由於中國的信息不透明 現在還不清楚哪些人在三峽工程變為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財產過程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 但是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部分三峽基金成為李鵬家族的私有財產 李鵬的大兒子李小鵬1991年加入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 任總經理助理 1999年李小鵬任華能集團總經理 以及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董事長和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的職務 華能集團為中國電力行業的五大央企之首 長江三峽集團公司是華能集團的下屬分公司 作為華能集團總經理 李小鵬不僅拿著高昂的年薪 還擁有華能的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也擁有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又一部分三峽基金就成為了李小鵬的私人財產 至於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或者三峽集團 是否向李鵬和其家人贈送其股份 我們還不得而知 總之三峽工程這一中共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標誌性工程 並沒有像其吹噓的那樣造福人們 反而是毀壞自然生態環境 改變當地氣候引發洪澇災害 為當地民眾帶來災難 中共以此為理由強迫徵收民眾的錢作為三峽基金 又加重了人們的負擔 建成後三峽工程又成為中共權貴的印鈔機 為其賺取了大量利潤 所以三峽大壩從項目上馬到建成運營 從頭至尾都充滿了謊言和欺騙 對普通民眾來說 實在是一個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禍國殃民的工程 好 感謝您收看會眼看中國 歡迎訂閱關注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